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南位於廣西的東南部 沉江的中游 東邊靠著藤縣 南邊連著榮縣 西邊接著桂平縣 北邊就同金壽搖族自治縣 以蒙山縣為界 它的地形就像俠長的馬鞍 橫放在沉江的南北岸 總面積達到2989平方公里 2021年 這裡的人口達到110萬人 整個地區就包含山區 幽靈和平原這幾種地勢 平南在古時是百月之地 大約在晉木帝時期即是三四五年到三六一年之間 在這裡設立武城縣 唐朝貞觀三年就在這裡設立了燕州 貞觀七年以燕州舊治所設置宮州都督府 同年設立南平縣 然後將宮州治所遷移過來 再將西平縣合併過來 合稱平南縣 平南地墨中嶺 古蹟明星眾多 社坦 寺廟 塔羽 方表 和其他明星遍佈全沿各地 但是很可惜 就在解放前 這些地方已經被摧毀 大部分都是位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舊跡上傳的還有大安烈聖宮 即是大王廟 這座宮殿的建築 藝術徵站 彩木雕刻 彩池索像 千枝白泰 許許如生 宮內外金碧輝煌 雄偉壯麗 但是就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保存得較好的 就有朗石山中原高狀元讀書台 登臨期間 就好像聽到書聲朗朗 如音未聞 平南山村秀麗 原來文物聖跡宗以 倡岩圍古最為著名 倡岩山 拼籌凸起 山腰臨密 其中文昌岩是宋代周情三夫子 仇仇之處 至今仇仁不絕 歷史在發展 社會不斷前進 平南山橋是麗玉高速 連接南北跨越沉岡的一座大橋 條橋在2018年6月開始建設 全長1035米 主橋跨境575米 2020年12月28日通車 平南山橋建成通車 刷新世界拱橋跨道紀錄 超越朝天門長江大橋 晉升為世界第一拱橋